我要记录 那我就选二号美拉德翻译 啊 广产大厨和思思大厨 你好 你好 广产大厨 那我今天想给你们做的 就是一个秋日烟火冰淇淋蛋糕 冰淇淋蛋糕 冰淇淋蛋糕 这个我也想吃 其实大家都想到美拉德 那就会想到烤肉 牛排 但是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 给你们展现这个美拉德反应 就做一个甜品呢 法国甜品很厉害 我也很想吃这个甜品 而且法国的甜品 最好吃 对 好 素质大厨 哎呀 刚刚我也准备放弃做这道菜 因为刚刚看到杰克的那条鱼 我已经觉得有点没有信心 有点这个意志力啊 这个有点这个坚持不住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能放弃 你想今天我专门带来一道酥油烤鸡 因为刚好现在的这个林芝 这个好多青柯都是黄了 所以说刚好也和你的跳舞的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秋风扫落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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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用这个松露 还有云南的这个松柔 集中 进肤 晒到鸡的肚子里面 可能激发酥油的香味 同时也会发生美辣的反应 因为这道菜的制作过程有点够杂 是用到这个松震 是在台上要演示一个 用燃烧的这个烟熏的方法 好是 酥油烤鸡 四位顶纸大厨 真正的要决定的是我们的品店团的各位老师 在超大份浩克美食和美辣的美食当中 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那个鱼是真的好 你不吃它今天就浪费了 你知道这是活鲜的对吧 想想 拉票呢 姐 想想 我是真的 我不是别的意思 那后面还能吃 但我好想吃那冰激凌 后面我给你做 对 如果我们今天不吃这个这么新鲜的食 这个时间就浪费掉了 确实 它就是耽误了 耽误了它的存在 这个就不太好 确实 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是不是 咱不说别的 但是从这个食这个对吧 新鲜 你必须是新鲜的 不能说对 我说对我都没立场了 哥哥 就一个小冰激 哥哥 那吃鱼吧 随便 都行 我听姐的 对 好 我选三董 我选玉琪 感谢 好 为了今天各位的口服 这条老鼠斑 吃定了 谢谢 谢谢 太可爱了 好 一会就要幸福我们的郭大叔 我们的杰哥了 把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 谢谢 这道菜名叫 葱烧巨无霸鱼头 这个六斤多的一个大鱼头 我觉得这已经是够震撼了 这鱼头呢 是要先拍点粉 它不容易去碎掉 这个菜品首先是要熬出葱油 熬出葱油之后呢 我们要用葱油去煎这个鱼头 我们现在就是把鱼头拿来煎了 这碗时候我们要把油倒掉 重新放一点葱油 再把蒜 大葱 姜 再把它爆香一下 再把鱼头放回去 这时候放入高汤 用了鸡肉熬的浓汤 这是一个葱酱 葱香牛特别浓郁 那为了中和一下味道呢 我是加了一些辣椒和花椒 鸡爪也可以放 这个鱼头先铺上去 鸡爪呢 它可以释放出椒盐蛋白 让这个鱼汤呢更加粘稠 让与其吃到它家乡的味道 这道菜我选用的是石斑鱼 这么大的老鼠斑呢 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 给它去除干净 这条鱼把它去鳞去肚 而且我们把鳃已经去完了 处理干净了 现在我们来开第一刀 几个几个等一下 刀下流移 刀下流移 做厨是30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老鼠斑 这条只是我钓的第二大 第二大 对 这条六斤六 还有一条七斤多了 足够了 我能申请来我开第一刀 你借我做下这个 行了行了 这个刀给你 哎呀呀 这刀就磨好了 很锋利 第一刀从哪里来 第一刀一般我们是这样开 然后把那个鱼肉要取下来 好 这里是吗 对 可以从 对不对 都可以 这第一刀被你开的这条鱼 等一下你买单 你早说 别怕 别怕 行 我们先偷偷看一下它的鱼肉 雪白 雪白 这条鱼排酸排得很干净 我们现在就是从鱼的背部 先来一刀 要把这一整片的鱼肉 完整地取下来 就这样已经 两片鱼肉已经完全地取下来了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鱼骨 跟鱼头 给它分切 石斑鱼的鱼头鱼骨鱼尾 加上生姜去熬汤 把这个汤底熬出来 三拳嘴熬至三个小时 过滤残渣 等鱼汤炖好以后 然后再把苦瓜 给它放到鱼汤里面去 再炖煮 这个鱼片 吃这个泉水石斑 切得比较厚一点 让它鱼皮的口感 非常的练牙 好的食材 我们要吃的就是 这只鱼的本身的味道